這一次的強震是重創花蓮 雲朗觀光集團旗下營運了40多年的花蓮漢品酒店 因為部分的災損宣布永久歇業 並且提前來進行改建 今天也傳出了 已經向花蓮縣政府提報大量解雇 對此勞動部也證實將解雇全數的員工一共是86名 而雲朗觀光集團則表示 會優先詢問員工的意願 是否願意轉接到集團下的其他營運單位 而對於不續任的同仁 也會妥善安排後續的資遣方式保障權益